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穿了 很好吃 他们家贝果真很好吃 有很多振才要烤 然后再加一点点烟麦 今天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至少有白白的图案了 深圳终于放晴了 但是今天只能在家 继续学习来泡个英式茶 我最爱的伯爵茶 好怀念英国那些便利城市 真的随处可以买的这个twinings 深圳有没有买TWG的 TWG的茶会好像更好喝 就是这个茶 然后可以再加一点奶 再加一点糖 给你们看我最爱的就是 牛奶进到茶里面的时候 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穿了 我就不另外加糖了 因为最近长痘痘了 然后牛奶的话 我用的都是全脂的牛奶 或者是燕麦奶 我看到说好像什么低脂啊 脱脂的牛奶会比较容易制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要过我去百度一下 大概总结一下 为什么牛奶会制痘 很多牛奶的厂商 它为了获取更多的牛奶 就会给奶牛去注射磁韵激素 那我们喝牛奶的时候 这些磁韵激素呢 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人体 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导致皮肤会有一个出油多啊 就会刺激你痘痘跟挫疮的一个生成 另外呢喝牛奶 它也会提升你体内胰岛素和Igf1 Igf1应该就是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那体内这些激素的含量变化之后呢 就会导致你的皮脂腺和皮脂腺脂肪的一个增生 那以上呢就是为什么牛奶会制痘 另外呢就是脱脂牛奶可能会比全脂牛奶更容易制痘 是因为脱脂牛奶它因为要脱脂嘛 所以经过了一些特殊的处理 那它内在的营养结构呢是被改变了的 它这边是说的我们知道 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是我们长痘痘啊其实主要是受雄性激素分泌的影响 然后雌性激素呢反倒是会让我们的皮肤会好一点 所以呢只要是你的一个激素水平不是很正常的话 对人体肯定是不好的 但是在一定范围内雌激素还是可以起到减少挫疮痘痘生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全脂牛奶比起脱脂牛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抑脂痘痘的效果的 那说实话我是并不建议大家为了减肥就非要什么牛奶都喝脱脂的 我觉得全脂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也没有人因为咖啡里面用的是全脂牛奶就胖的不行了 其实主要还是看你日常的饮食结构啊 或者说有没有运动啊怎么样去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身材 而不是说啊我一定要减肥 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 还是健康最重要 因为最近真的长痘痘很厉害 所以我就不喝拉花咖啡了 今天在瓜里面就放了一些燕麦奶 吃个减水节 这家叫什么面包厨房吗 在深圳算是很好吃的 然后我朋友昨天买了一个什么类似减水的贝果 超级好吃可惜我没买 那我这个伯爵茶奶酥贝果 这个好硬啊 硬到掰不动 很香但是真的老了一点硬了一点 然后我家没有cream cheese 直接掰来吃吧 昨天我们也是掰着吃的好好吃 不过是另外一个口味的我也要去买 来吃一下这个伯爵口味 好好吃 他们家贝果真的很好吃 深圳女孩冲一下面包厨房 所以你喜欢吃吗 我会不会喝 我会喝吗 你会喝吗 我会喝吗 到底哪一种才是它正确的英式发音呢 区分好这些差别绝对是必修的功课之一哦 最后一类是没有严格规律可循的英美发音变化 比如安排计划这个单词 英诗发音是schedule 美诗发音是schedule 这里边的变化可就不出力出了 What's on the schedule today? What's on the schedule today? He's got a free pass He's got a free pass This course is updated on YouTube every Tuesday This course is updated on YouTube every Tuesday Hey Peter, what are you wearing? It's my fancy dress costume It's my fancy dress costume Oh, is this for Halloween? Yeah, I'm going to the dance party 我最近就是在准备雅思嘛 然后一直在刷题练习 那口语呢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口语啊 它其实是要求你不仅会说也要和会听 那像雅思的听力部分呢 它其实美音跟音音都有的 所以当你可以很好地去掌握口语的时候 你做起听力来也会更加轻松自如 然后我现在在学口语 我用的app呢是咸淡口语 小程序上都有的 就直接微信打开什么都很方便 然后在课程的选择的话 你可以选择美音或者音音 那像我之后的一个方向可能是去英国的 所以我是选择了音音 但是如果你是之后的方向是会去美国加拿大 或者说你学这个口语就是为了日常的沟通的话 其实我觉得学美音会更好 然后我自己学音音的这个过程里面会觉得啊 原来我以前学的口语就是差很多 特别是我今天学的这个口语 它讲就是美音跟音音之间的一个区别 有一些像平时大家都会说schedule 然后我今天才学到在音音里面 它是叫schedule 就是真的是比较意外 找个字面搜一下 schedule的音音是schedule 听一下啊 schedule 每音 schedule 哇区别还是很大的 然后我觉得咸淡口语这个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app还有小程序都是通用的 我觉得这点就很方便 那我一般的话就是用iPad上面的这个app来学习 它的这个口语呢一共有分三个部分 课程讲解发音训练还有对话训练 那在发音训练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使用app的 he's got a free pass 它会对你的录音有三个方面的评分 发音啊流利啊完整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分数 你就可以一直去调整 但是小程序的话 he's got a free pass he's got a free pass 它只会给你一个等级 比如说awesome good 还有比good更差的一个等级 但是小程序的这个发音跟读有个比较好的 就是它的贩读是可以慢放的 你就可以听得更加清楚 he's got a free pass 所以大家可以在使用的时候就自行选择你要用app还是小程序 其他方面的话app跟小程序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它每一节课三个部分嘛 总共也就是花个15到20分钟左右吧 就你每天都可以上一到两节课 那当然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话 你可以就是多刷几次你的发音练习 还有对话练习 就尽量把它们做到一个比较高峰的一个状态 你会越来越有那个语感口感 我还蛮后悔 就当时在英国念书的时候 真的没有能够利用到身边那么好的语言环境 然后我就希望现在29岁了 还是想要做一个 那叫什么 学习博主 所以之后可能会跟大家分享很多 关于我学语言啊 考雅思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我可能之后想学教育方面 有很多证还要考 就一边学一边考 然后也可以跟你们分享 好了 我今天还有时间 我打算再做一节课 不过我iPad没电了 我就换手机 哈喽 来做一个很临时的开箱 是我又收到北顶的新的限量的锅 我最近正好就很喜欢粉色 然后北顶就出了粉色的铸铁锅 还是有他们的一个小册子 然后看一下这个粉色太好看了 但是他们送的这个耳朵 我觉得设计可以改一下哦 就不是那么好看 哦太美了这个粉色 而且这个粉色哦 仔细看它是带一点珠光的 太美了 哦太可爱了 好喜欢 太好看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个就是一个黑铸铁 其实我个人的话更喜欢白铸铁 因为黑铸铁要开锅有点麻烦 还是很美的粉色珠光 这就是粉红色的奶奶的 是18厘米的 这个呢是我最喜欢的一个size 也是我日常用的最多的 22厘米的 真的太美了吧 然后下面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买的一些酱料 就是有了它能做很多大菜 而且是东南亚的美食 这个肉骨茶的茶包 要认准A1这个品牌 然后它呢是马来西亚风味的 就跟我们吃的那个松发肉骨茶 完全不是一个味道 就它有点那种卤的味道 然后你加点炸腐皮 就那个炸响铃 哇真的太美味了 哦还要放点香菇什么的 反正你吃了这个之后 你就会觉得松发肉骨茶那是什么 那就是白汤里面加胡椒 搞出来的一个肉骨茶 这个真的特别推荐 很好吃 然后还有两个呢 是田师傅他们家的咖喱酱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素咖喱 然后你里面就放各种素菜就可以了 当然了你放肉进去 就放一些鸡胸肉什么的 也没有问题 真的特别好吃 它那个风味呢反正也很 这又是什么风味啊 泰国反正就很泰式咖喱 不是那种日式咖喱的咖喱 然后还有一包这个咖喱鸡 这是我这一次新买的 因为我之前买的是另外一款 然后另外一款呢 它说是说微辣 但真的挺辣的 我现在可能在深圳住久的吧 不是很能吃辣 反正这个就是我新尝试的 之后好吃再给你们分享吧 应该不会难吃 看着就很好吃了 这个是不辣的 然后这种咖喱的话 一包可以给六到八个人 所以我一般都是分两次吃 那煮它们的时候呢 还要放那个椰浆 所以我还买了四个椰浆 这种椰浆呢 反正就是用来做菜的 我之前还用来做过深椰拿铁 根本不是那个东西 然后还买了一个鱼露 鱼露的话可以加在很多菜里面 还有买了一个那个东英宫的酱料 这个我之前买过那种很小的包装的 我觉得味道是非常对的 只不过有了这个酱我做那种东英宫的料理的时候 我就只会放那个海鲜菇 然后还有虾 就没有其他那些配料之后 就你会觉得那个汤啊 样子不是那么的东英宫 但是味道是蛮OK的 所以我还是回购了 最后呢是买了两瓶那个调料 就这种研磨的黑胡椒和海盐 然后我这一次买的这个品牌 我以前没吃过 应该味道都差不多吧 叫什么蒂安 然后这个是地中海柠檬盐 我没有吃过柠檬盐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黑胡椒里 我以前都是用那个什么可达仪还可依达的 他们家除了黑胡椒之外 还有一个是蒜盐 那个蒜盐我很喜欢 另外还有一个叫什么普罗旺森 什么什么什么的做料 就有一瓶绿色的 里面呢有很多香料的 什么迷迭香啊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 但天王超市现在只能买到可依达的黑胡椒 其他都没了 就是强迫症 就如果我买两个不一样牌子的我会很难受 所以我就干脆直接买了两个这个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厨房开箱 开心开心开心 我要去把这两个锅洗一洗 明天就用 今天呢是元宵节 所以我买了一个汤圆 这个汤圆它很可爱 它上面有 啊 我本来以为只有福字 原来有恭喜吉祥福 五个字 哦没有 它打开来就只有福字 煮八个 吉祥一点 嗯 掉色了已经 这个福还在 然后这个碗是我又去买的Zarhome的 可以跟我那个比较fancy的 就比较欧式的那个花纹搭配一下 我说实话这个碗如果单独 好像就看着很古朴的 但它搭配上我之前买的那些就很好看 就是这样一套 看上去就很和谐很好看 对不对 我的汤圆应该好了 但它们身上的福字也没有了 等下要把这个汤汤水水气喝掉 因为福气都在这个汤汤水水里 八颗芝麻汤圆 我很喜欢的其实黑芝麻馅儿 我想要做一个这个紫菜虾滑汤 然后要煎一个蛋皮 我来试一试 嗯 感觉好难哦 再小一点的火呢 是不是得关了火呀 啊好难啊 早知道做蛋花了 我刚才完全没有录进去 也就是水沸了 然后我加了那个虾滑进去 哎呦 这虾滑是下厨房他们家的虾滑特别好 就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那种虾肉本人 然后放一下那个鸡蛋 好口啊 这个鸡蛋 还有紫菜 这鸡蛋还太多了 都看不到下滑了 然后调料的话有盐 加一勺生抽 还有这个麻油会很香哦 整个鸡蛋翻了 是不是有鸡蛋放多了 其实一个鸡蛋煎一个饼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下一次试一下 少放一点鸡蛋 我去掉了一些鸡蛋 感觉看上去脉相稍微好了一点 看鲜不鲜 嗯好鲜啊 你看 我是隔壁的大山抓不住爱情的鸡蛋 给了我装出生鸡 米饭真像鸡蛋 我虽然不吃橘子 但是我觉得金橘还挺好吃的 然后洗了一点 突然挖到我家里面还有一个 用铺椰子氛围的这个闪瘁 想说来做一个热的丝绒咖啡 现在在准备亚斯嘛 然后可能做题一做就一两个小时 怕咖啡冷掉 所以用了一个保温杯 就Blue Bottle这个 它是有一个口子的 像这种保温杯的话 就是可以怎么说 一两个小时之内 你喝到都是刚刚好的那种热 不能再手抖了 然后再加一点点盐麦来 也可以让它的温度凉下来 然后再加一点点盐麦来 然后再加一点点盐麦来 然后再加一点点盐麦来